资助日本政后重建的关键立法 被卷入有关日本首相兼职人 计划辞职时机的政治争斗中 兼职人所在的日本民主党的领导人 与首相星期天会晤后说 兼职人希望在推动有关立法 在议会目前的会期中通过以后才辞职 但是反对党自民党的领导人 要求兼职人尽早辞职 曾因由新政府通过有关法案 并监督法案落实 自民党控制日本国会上议院 有能力阻止这些法案 日本政府首席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 只也信南星期一说 必须建立一个系统促成跨党派合作 两党领导层正在讨论建立一个大同盟 处理3月11日大地震和海啸的救灾工作 有能力阻止